女人说不要不要,就是想要,你懂吗? 只要是女人,都不能免俗 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口是心非,是她们的通病 如果你搞不懂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你可能会惹上很多莫名其妙的犯 或者错过占领领地的绝佳机会 女人嘴里说的不要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别被她给忽悠了 还有很多女人口是心非的事情 比如下面几个 一,没事 没事很有可能是有大大的事 你要是因为她的一句没事就不管不问 那你就摊上大事了 二,我真的没生气 这句话很严重了 她想说的是,我很生气,你惹到我了 很严重,如果不来哄我,求我原谅的话 你就死定了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谨言慎行 千万别嬉皮笑脸 认认真真地道歉求虐 她才能消气 如果你没心没肺地觉得她真的是不生气的 那就等着更大的暴风雨吧 三,我困了先睡了 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她跟你说这句话 那可能是她心里面又开始默默生闷气了 如果你还在追求她的阶段 她跟你说这样的话 十有八九她还在跟别人互动聊天 只是不想跟你聊而已 随便找个借口结束跟你的话题 四,跟我说说你的前女友吧 我保证不生气 这样的话你都信 那活该你有前女友 只要你跟她聊你的感情史 不管说什么 前女友好也好 前女友坏也好 都是你的错 轻则促团打翻 重则你们以后每一次矛盾 她都会拿这件事出来说了你一遍 或者立刻变脸发火 女人都是要靠哄的 但是如果你听不懂 她真实想表达的意思 该严肃对待的时候不严肃 那也是很容易失去她的 女人就像是一本书 每一遍读都能领悟到不同的意图